在齐达内和斯罗相继离开银河战舰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非常期待能够重返伯纳乌,尽管皇马主席普洛伦蒂诺也非常希望哥伦比亚中场能够回归, 但是德甲班霸拜仁始终不愿意放走J罗,老佛爷在合同面前也无能为力,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J罗透露,如今在拜仁队中,有一名球员非常接近加盟银河战舰,这名球员似乎与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达成协议,最晚会在明年1月份的冬季转会窗口开启时前往伯纳乌,众所周知,拜仁封霸来万多夫斯基, 一直有着一个为银河战舰效力的梦想,今年夏天,波兰前锋已经要求经纪人,极力促成皇马和拜仁的谈判,然而,皇马这一次非常接近千下的这名拜仁球员,并不是莱万多夫斯基,而是德甲班霸的中场地亚哥,皇马主教练洛佩特吉一直希望老佛爷能够引进地亚哥, 西班牙足球教练认为地亚哥能够和伊斯科以及阿森西奥形成默契的配合,是增强银河战舰实力的最佳人选。 在将科瓦西齐租借至谢尔西后,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似乎就同意,了洛佩特吉引进地亚哥的要求。 对于地亚哥而言,西班牙中场一心想要重返西甲联赛,在无法加盟巴萨的情况下,地亚哥非常期待,能够再次在主教练洛佩特吉的麾下效力, 因此西班牙中场也期待能够加盟黄马,最重要的是,德甲班爸爸人,并不介意,在今年夏天放走地亚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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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